2024开年第一天 日本便发生了一场举世瞩目的7.6级大地震 全世界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了这个环太平洋地震带的岛国之上 然而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地震仅仅是日本进入2024年来的第一场灾难 在接下来的两天 核废水泄漏 宇田国际机场飞机相撞事故接二连三 让曾在2023年取得经济复苏的日本再次陷入了阴霾 截止到当地时间1月2号 日本令和6年7.6级能登半岛地震 已累计造成48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以及当地约36000户停电 铁公路交通中断等情况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石川县轮岛市发生大规模火灾 还有多个地区发生房屋倒塌 周遭的新系县 富山县 福井县等地也有人员受伤的情况发生 地震发生后不久至2日凌晨 从北海道至九州的日本海一侧 广大地区观测到了海啸 不过没有重大的海啸灾情传出 日本气象厅也于当地上午10点解除所有海啸警报 据日本广播协会NHK的报道 一米高的海啸已经抵达日本西海岸部分地区 石川县能登地区已发布5米高的大海啸警报 新喜县 富山县 山形县和拼固县等地区也发布了3米高的海啸警报 NHK呼吁这些地区的民众迅速前往地势高的地区B县 根据记录 日本上一次观测到震度7的地震 是2018年的北海道地震 而日本这次发布的大海啸警报 是2011年3月的东日本大地震后的首次 除此之外受到日本地震的影响 朝鲜和俄罗斯部分地区也发布了一米浪高的海啸警报 俄罗斯气象部门表示 撒哈领导西海岸地区可能会受到海浪的影响 韩国气象部门则提醒 东部沿海地区的居民留意海面上可能出现的变化 后续形成的海啸浪高可能会高于最初形成的海啸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媒体表示 日本政府已设立一个特别应急中心 收集有关地震和海啸的信息 并迅速转发给民众以确保安全 日本目前尚未报告重大人员财产的损失 然而地震带来了另外一个灾难性的事件 或许影响范围会覆盖到整个太平洋沿岸国家 乃至全日本 日本新闻网报道 东京电力控股公司周一1月2号宣布 由于前一天的强烈地震 位于日本新喜县的百旗域核电厂7号和2号反应炉 其顶层燃料池的水发生溢流 不过经确认核电厂建筑物没有损坏或泄露 据东京电力称 当公司于下午6时45分左右检查 1号至7号反应堆的燃料池时 发现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水 已从2号反应炉的燃料池中溢出约10公升 7号反应炉则溢出约4公升 东京电力称目前其正在测量辐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该核电厂早前因311福岛核灾 与内部安全问题遭到禁止运营 直到去年2023年的12月27号 经过日本原子能管制委员会NRA调查后 解除运营禁令 时间回到2011年的3月11号 当时福岛第一核电站就因为地震和海啸 导致泄露了大量放射性物质 而到现在为止 日本东北部的几个城镇 仍然因为此次泄露事故被标记为禁区 日本当局还正在努力清理该地区 以便居民可以返回居住 并且专家测算 在今后30至40年里 将需要数万名工人 安全地清理核废料 燃料棒和仍保留在现场的 100多万吨放射性液体 而此次的百奇域核电厂泄露事故 将造成怎样的影响 目前我们还不得而知 但可以想象所造成的损失 或许不会压于这次7.6级地震本身 正所谓乌漏偏风连夜雨 当日本政府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抗震救灾之时 其国内最繁忙的东京雨田国际机场 又发生了一起死伤惨重的飞机相撞事故 据当地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本周二下午5点47分 日本航空公司一架飞机 在东京雨田机场跑道上发生碰撞 事故造成5名海岸警卫队机组人员死亡 379人被迫撤离 日本航空516号航班 于从扎晃新千岁机场起飞 降落于雨田机场 着陆后不久 该航班与日本海上保卫厅的飞机发生碰撞 巧的是 这架海上保安厅的飞机 正式向遭受地震袭击的 能登半岛运送援助物资的 小型海岸警卫队飞机 这架小型飞机机上共有6人 5人在碰撞事故中丧生 唯有机长受伤逃离 而日航516号航班情况也不妙 在机长设法让燃烧的飞机停下来后 包括8名儿童在内的367名乘客 以及12名机组人员 从飞机前部的充气坡道滑下 逃离了充满烟雾的机舱 这架飞机很快就完全被大火吞噬 火焰从机舱的窗户中蔓延出来 据东京消防部门称 从客机撤离的人员中 至少有17人受伤 其中包括喉咙烧伤 日本官方表示 机组人员在着陆前 没有报告任何问题 在飞行管制员的交流正在调查中 目前造成碰撞的原因尚不清楚 海岸警卫队表示 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两架飞机如何相撞 很显然天灾人祸下的日本 开年算是相当努力 希望这是个开始也是个结束 祝愿新的2024年 全人类平安 全世界和平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